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嘉宏的自然解說 那今天這番其實是在野活的對局 那我是拿黑的 一開始布局走個二連星好了 那他還走二連星 那我就掛個角 看他是要小飛啦 夾擊還是點角之類的 他是選擇一間滴夾 那我就 點個33 那他估計會擋這個 那我就爬 然後藏我斑粘 上次 上次有一盤起背對方小飛一個 我覺得這個小飛 可以嘗試看看 這部小飛也是有啦 除了斑粘以外 在那個AlphaGo的教學工具 我記得也是有 那一般的AI推薦部推薦這首棋 我就 沒有認真研究 不過 應該總是勝率也還可以吧 那他掛這個角 我應該不太可能丟進去 那我可能就小飛一個 走在這邊跟板年的好處相比 是這顆紙多了一點活動力 因為你如果直接板年掉的話 被他擺起一爬 這顆紙等於 幾乎可以算是直接上失活動力 我本來以為 白起可能想要拆一個去補個起 不過他下的比較積極一點 直接拖先掛個角 那我這邊 這個夾進去 因為他這邊其實也還算有點厚 並非絕對後勢 但是也還算相對比較厚 這邊將來是一個好點 不過暫時應該不是很急 我先這邊跳一個好了 跳的話這個AI好像很喜歡虛一個 看他要不要虛 結果他沒有虛 不虛的話 那我就想拆一個邊了 拆一個也是很大 或者是左上點角 我先拆好了 這走一個也是蠻大的 那他現在可能這邊算比較緊要吧 他先拖退右下角 不是拖退 拖了扳 這個當然也是好點 然後我就打了沾 打了沾 然後他爬的時候我再貼過去 這邊他說退還是扳 應該還是退比較正常 好那我現在當然是左上點角吧 還是說我K這個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我點在這他是不是剛好虛一下 嗯 也不一定 算了 左上點角好了 這邊我頭已經在外面 所以說 他可能會走個比較場合手法的東西 我在想 這時候我如果再飛了好像比較沒意思 這兩邊都走成同樣的一個很扁的形狀 比較沒意思 那我可能還是爬吧 爬的話他應該會扳 他接著長 接著長他就是要把這邊走後 那我應該也是再爬吧 再爬他是不是還會再長 再長的話 那我這個就 應該就沒心情再硬了 因為這個左邊這條邊其實架子也不大 我這頭都在外面 他這拐下其實 也不大 而且對我腳上也好像也是後手 所以那邊就先不走了 這打路應該是 眼見的一個好點 打路他如果直接蓋住 我一挖是不是 也是可行的 這個 右邊的增子顯然有力 那我這個 挖被他打了 打這個 然後我教室這邊 打這個的增子是怎麼樣 也是有力 那我這個就可以挖 兩邊的增子都必須有力 這個黑騎才能去挖這個 一個增子現在白騎 現在我黑騎打是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增子是 黑騎打次之後 他提掉我打在這 的那個增子 所以這棋其實是必須 兩個增子 黑騎都有力才能夠去打 然後另外也要注意說 這棋如果直接打吃 把白騎爭死的話 局部可能是 不一定便宜 所以說可能還是要敲上去 他直接沾上 可是這起增子 不是我有力嗎 看不太懂他的意思 他直接轉身了 直接轉身了 也是可以 那我這先擋一下再說 他這個 他如果搬都不怕我走在這嗎 我如果主度的話 他沾上我沾他飛的時候 我把這個給沾上 他這一塊起還得處理一下 不過他可能覺得不難處理 我沾那個不一定好 因為我沾他沾我再黏 他這個再飛的話 我這靠下的話不太舒服 這邊還有一個充斷的問題 算了我還是拐過就好 我就拐一個就好 應該會虎 敲掉之後呢 拔掉把這邊徹底補乾淨 不讓他有什麼隱身的手段 這樣我已經有效把他上邊給打散了 不過白騎可能覺得 也差不多也算一個行情 但我覺得我這邊把他這個後勢給消掉 應該是還不錯 那他現在這個下面這一飛 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點 不錯的選點 就是他可以擴張他下面 另一方面壓縮我 甚至隱隱約約這邊 已經有一些打入點升出來了 確實是一個好點 接下來他再往這邊飛 是不是也是也是蠻大的 我覺得我這邊可能要先出動一下 先走出來 是要飛還是尖的問題 是要飛還是尖的問題 嗯 想用飛的 走積極一點 因為尖的話他剛好靠了一場 感覺他其實走得不錯 因為我如果飛的話算 形狀上稍微有點缺陷 比方說他搬了靠了段之類的 稍微有點缺陷 但是我覺得他暫時不敢檢討我 那只要他不敢檢討我的話 我等一下去把他板黏掉 其實就還好 結果他這時候直接過來 那這樣子 我們這時候當然是為了要目 要目肯定是打在這邊 他這直接交換掉是怕等一下走不到 因為就我剛剛所說的 如果我剛剛把這板黏掉 他這手段就等於都不存在 所以他趕快先交換掉 怕說 等一下走不到之類的 這個想法當然也是很正常 他這邊繼續搬了長 這個氣看起來有點緊 這邊氣看起來蠻緊的 比方說我搬了段的話 要斷這個 那我就可以斷上去 但直接出動 肯定是戰鬥不利 所以我就 先貼在他身上 強調他 氣比較緊 但是有一方面也有一點送控的嫌疑 他走這個斑 這個斑會不會有點過分 可是我好像也不太敢動他 斷一個問應手 有沒有這一種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我就問他一下應手 看他走什麼 跳這個 那我這樣不是可以從下面溜過嗎 可是我現在兩顆要被打死 這可能會變一個轉換 這可能會變一個轉換 這怎麼 誰好 算不清楚 這個轉換到底誰好 比方說我現在度過 然後他把這個給斷死 兩顆給吃掉 9 8 7 6 5 4 3 算了 眼尖的利益先把他撈掉了 這邊兩顆會死 不過暫時先不管 變一個轉換了 他現在把這補起來 那我就把這頂頂過去 頂還是併 現在還有反悔空間 但是 不太想反悔 我先把這併過來 併的話下一步還有拖斷什麼的 目數本身很大 但問題是他現在斷了一場 我這兩顆基本上就 可能要送他了 繼續爬 不過這時候他有點麻 是要長還是吃 應該是會長 吃的話他也委屈 哇靠 他更積極 他用 他用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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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成立嗎 我打兩下 我打兩下之後再吃回去 總覺得他好像也 有點過分吧 感覺上 而且這針子都是我有力 感覺他濾過分 感覺他濾過分 這樣子他現在怎麼辦 這個拐也沒有閒手 他打吃 打吃這算是一個吊子 那我就跑一下之後把這個給吃掉 吃掉的話他可能會打了一 打了一門 做一個氣子利用 單貼可能不好 雖然說我增值有力 但是呢 我可能 我可能把這個拐打掉會好一些 不讓他做氣子利用 不過他現在也有可能會拐下面 也是有可能 他現在有可能就把這個救回去了 如果他沾的話我直接吃的話 他好像不太好 我多拐打一下是為了不想讓他氣子利用 那他現在直接拐 他果然是救了這個 就這個的話我 長好像不太行 長被他沖了 我可能要單體 我可能要單體 然後他應該會衝過去 衝過去 那我就往外邊跳 我就跑出來吧 先把這塊起給溜走再說 我是不太指望能攻擊他這個 這根本不可能 他左邊本身就一隻眼了 而且我腳也有點薄 然後隨便拆就有眼位 他這個不太可能去攻擊他 現在這起黑旗目數應該是不差吧 欸好像黑旗也跑不到哪裡去 不過他這邊點有點多了 他現在這打入 我們是要怎麼去應對 不太有應對 因為黑旗其實本身比較薄 所以說 制不住他 左能扭斷嗎 扭斷的話他打吃打吃一虎 我打吃的這個好像搬不下去 我好像長可能會好一些些嗎 不過他這個拖過來好像黑鞋也很難受 他虎一個 好像黑旗總是不好受 好像黑旗總是不好受 先長旗再說 這他一拖退好像 他拖一個 黑旗確實不好受 這我也不太可能挖斬了 應該只能扳 那他就 粘住 他剛剛這一打入我 確實沒有事先想好對策就有點不對了 這也不太能立下 立下又有點太薄 可能就粘住 現在這空的話 右邊被他撈走的話 好像 黑旗的空可能會比較吃緊 現在這局部是什麼東西 先擋一個 看不清楚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局部肯定是火了 他隨便搬虎也是火 他先貼幾下 我先把他搬住好了 他應該會反搬嗎 這種能不能連搬先把他搬住 好啦 反正他總是還得回去補一手 先把他搬住 這邊先交換 把黑旗形狀弄醜嗎 還是怎樣 現在開始農藥 這旗我斷吃一個 斷吃一個我徹底把自己走後 應該蠻重要的 這旗右邊他是真的進火了嗎 還有某什麼手段 好像沒啥旗啊 這就討厭 斷這個 斷這個是什麼意思 9 8 7 6 5 4 3 2 1 吃住 打在下面也可以喔 好像沒什麼區別 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走這個 看不太懂 現在變成 現在變成反而黑旗中間有一些些潛力 但是好像很難尾 應該不太可能尾 立一下 立一下我應該只有擋 斷沾的話是後手 沒有什麼用 現在斷沾的話 腳步有一個類似大頭鬼的東西吧 不過我肯定是沒心情補 不太可能去補什麼大頭鬼 就是碰了一耙應該是一個大頭鬼 不是大頭鬼啊 萬年節啊 一直講錯 8 7 6 5 4 3 2 1 拖一下 不知道走哪了 拖 他是快厚了跟鐵一樣 所以說 沒辦法有什麼更強烈的侵入手段 9 8 7 6 扭斷試試看 扭斷試試看 打吃之後呢 他是要吃這個是不是 把這邊穿過來 但是意義好像不是很大 我還不如自己這邊飛一個 我這樣過來 我這樣過來好像意義不是很明顯 意義不明 現在這裡就是一個萬年節了 我搬然後他打吃我立下 其實我剛剛也有可能補阿 就是搬在一路補個旗也是有可能 也許我剛剛應該補個 他這邊沾住了 那我把這個貼掉好了 貼一下 他如果搬的話我還可以打吃打 還有一些利用 然後他用退的 退的話我這邊不太想連回去 單關聯絡好像沒意思 反正我這邊外面大跳也可以回去 沒有差 我把中間這邊飛住 中間稍微有點潛力 看能不能稍微兌現一下 左上應該被點死了對不對 左上其實是萬年節 萬年節 所以說是有一點點類似雙火的狀況 但是不完全是 可以暫時看成雙火 這邊他還檢討我 我現在要靠斷他 突然跑去立一下 其實他這整塊還是沒有完全火 哇他直接撞斷 直接撞斷我 這麼兇 還是要搬過去 也是有可能搬過去 他是直接斷 特別兇啊 特別的兇 搬過來 總能不能搬住的 搬他 他這塊厚和跟鐵一樣 真的特別討厭 我搬一個好像不治 搬一個好像不明智 因為他這邊隨便一跳 有個先手 他跳這個 他現在雙還是先手 所以我不行 那我是不是只能飛一個 如果他這裡有個隱形人的話 我是只能飛一個 飛好像也不是形狀 哇我這還不如自己火 走什麼東西 真的是 哇他走了 那我只好敲他了 敲他之後自沾一個 飛也不是形狀啊 所以我還不如自己火 什麼意思啊 真的是 先充他一下 欸這把他充斷 充斷我可能氣不夠 他這邊沾也是先手 我還得補 沾是你的 好 好像節奏下來有點亂 不太對 剛剛好像有點機會了 我現在沒把握好 我直接斷這個 這啥意思啊 這麼兇 9 8 7 6 5 4 3 2 先打一個 單敞的話 敞過來 我好像 不一定跑的 敞 我繼續貼他 還是我這邊先板過來 我這邊能不能先救啊 想先把這救回去了 4 3 2 1 先貼死他 算不動 真的是麻煩 他現在執意要把這個拉回去 9 8 7 6 5 4 9 8 7 3 2 突然發現這邊還沒連上 哇 真的是麻煩 非常棘手 現在這邊好像會出問題 我現在只能先藏一個 這局部還能活是不是 藏完的立下 局部當然要活了 那我先衝過來算了 我先衝過來算了 這塊起目前他直接直接打一個他就能活了 所以說 我去檢討他也沒有用 直接斷上來 直接斷上來 那我提掉吧 這三顆肯定是不能要了 這三顆得給他 我只要能保住兩顆把這邊 如果能剋掉就可以了 照住我 照不住啊 先衝一下 先衝一下 衝一下之後用個苦肉劑打 打吃他 打吃他這個 然後他提或者沾的時候我再除去 這就跳出去好了 還跳在這 還都可以 如果能把中間剋掉的話 這好像黑起來可以 是不是 是 靠有多瘦他一起 中間如果能剋掉的話這其實怎麼樣 搞不清好像還是不夠 我這個斷吃特別大 我這個斷吃好大 因為還還威脅著我死活 還威脅到我死活 特別大的一個斷吃 我就先提過去再說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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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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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右上擋截 左上擋截 左上他局部直接打 是已經可以活起 直接點死我 他是不怕我殺他 他已經胸有成竹了 不怕我吃他 還是他想說這邊還有截可以打 所以說他有志無恐 他這樣是不是有點不簡明啊 總覺得沒必要 因為他就老實的回去補一個他還是 他還是明顯優勢吧 總覺得他有點沒必要 還是他 就其他算輕了局部是活的 沒吧這邊能有眼嗎 還是我剛退比較簡明 看不太懂 這裡擠是先手 我剛應該用團的 是嗎 不過我這邊打吃也有先手 那沒差 他擠的話我可以讓他斷 因為他斷了長 斷了接的話我可以 我可以打這個局部是活的 那這樣就沒差 不過剛剛這手確實蠻隨手的 他提掉了 他把我右下給吃乾淨 但是 現在左上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自己局部還有一個萬年節在這裡 7 6 5 4 3 2 1 哇那這樣就很尷尬了 我就開始補劫彩了 我自補一個補劫彩 這我得開始自補劫彩才才行 因為他馬上就要開過來了 那我現在右下已經給他吃了 他現在等一下一定會跟我開劫吧 所以他馬上就提過來了 等於是一個 對他來講他一定要打贏才能救活這一塊 所以對他來講是一個緩移器 我應該要再製補一個 因為他要主動開過來 我也不一定要製補我也可以找結 反正他總是要 他總是要自己自己送上來 不一定要製補 不一定要製補 整齊主要能吃到的話還是還是可以吧 但是好像節彩不是很多 是不是 沒關係就盡量找 我這邊還可以搬 我這邊還可以搬 起搬一個是什麼東西 我搬他長 搬他長的話我這樣沾回來不是有個衝斷 他這邊味道還有點噁心耶 這是什麼東西啊 直接衝這樣我不是衝回來了 他這旗是不是 他這旗怎麼這麼噁心啊 這個這是什麼 我打是這個 打是這個那我可以跟你換了是不是 這我可以跟你換了對不對 這邊左上都還搞不清了 現在這邊又變成一場轉換了 非常的噁心 直接斷 直接斷的話那我再衝斷這個 我衝斷這個 我現在右下角死灰復燃 不過他可能會退是不是 他剛剛退好像可以耶 也不一定 退的話我再衝再立 然後可以斷死他 哇靠這旗是什麼東西啊 雙方都是下得很醉 雙方都下得非常醉 單打一路 現在左上反正我等他開嗎 我左上也也不自己下嗎 就等他開 這其他可以沾一個確實 9 8 7 6 我單打一路不是好騎啊 3 2 我單打一路是壞騎 先變成我右下角死灰復燃 但是中間被他救回去 喔他現在開上來了 那他可能要拿這裡當劫財 是不是 但我現在自己也有一些劫財可以用 看你找哪邊當劫財吧 他現在這邊還沒吃住 這現在也是很大 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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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也非常巨大耶 或者或者我打 我應該要打這個 我應該要打這個 9 8 7 6 5 4 我要打這個也是很大的棋耶 把下面給全克了 但是我現在左上角都被他提掉了 這棋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勝負也是 搞不清了 雙方應該都暈了 暈掉了吧 他現在沾都好 我虎在外面 他下面應該是做不虎 7 6 5 4 3 2 打一下好了 欸這棋打 他沾 喔他自沾 那我就把這個給沾住 把這個給沾住 沾我補一個應該OK吧 下面做不活 那這樣OK 好像還是不夠是不是 好像還是明顯不夠 還是要輸啊 8 7 6 5 4 3 2 好像明顯輸了 轉換還是不行 欸他自沾 還是說這有關子便宜 是有什麼關子便宜嗎 好像也不便宜吧 欸我虎外這邊好像也怪怪的 我應該要 單臉就可以 翻過去 好啊這棋總不夠了 最後雖然白棋下的蠻不穩的 但是這棋還是黑棋明顯不夠 最後我們一樣是簡單來複個盤 最後我們一樣是簡單來複個盤 讓決議來幫我們檢討一下 前面是 勝率一直都不行 整個勝率從頭到尾都是爬在地上的 前面應該還 到走到這邊應該黑棋還可以吧 這部棋問一下好了 這邊有點迷茫 不知道下哪裡 最後選擇飛一個 直接洞出喔 決議讓我這時候應該要直接把這顆拉出來 這確實也蠻大膽的 欸這棋如果被內斑是怎樣 這樣是怎樣 我就直接打出去是不是 好像也可以 實戰我這個 跑去跟他換我覺得應該是虧了 決議看一下 我覺得應該虧了 就這個被他拔掉好像虧了 欸 喔決議認為這首ok 那是哪一首有問題 這邊一直掉 這邊勝率一直掉是怎樣 這一首 看一下 對阿莫非要單吃 不搬莫非要單吃 喔用跳的 不對阿跳的勝率更低阿 搬的勝率好像還可以阿 搬的勝率不是比較高嗎 這一首好 這一首我問一下 還是要斷他 搞不清楚 虎一個阿 可是斷的勝率也比較高耶 怎麼回事 自己虎的話 如果他虎我再靠了鐵 這都是一些很驚悚的變化圖 不敢笑 走到這邊 哇走到這邊就剩1.9了 這邊K入就已經沒機會了 天阿 這一步 這時候疊得非常嚴重 這邊疊得很猛 看一下決議推薦 應該打這個 好像也不對阿 好像都沒有抓到問題的真正核心的點 好像還是前面這邊有問題 應該是這一步阿 我覺得是不是不要貼上去阿 跳一個 哇靠 這邊應該先不管了 直接從這邊弄出來 哇 這個也是很可怕的變化圖 很可怕很可怕 看來 可能還是這手問題比較嚴重阿 走這個然後被他利用一串 然後 自己形狀也不好 整個就出問題 走到這邊就開始很難下 然後右邊他的打路 我處理 應該 也搞不清了 反正勝率都一直低的不行 然後 就一直都很劣勢 但是後來白騎下了很不簡明 但是總歸來說好像黑騎也沒有太多的機會 這邊勝率稍微有點波動 但是 總歸來說黑騎還是沒有什麼機會的樣子 這邊一路打 這邊一路打 好像也沒有 喔我可以單吃阿 我應該單吃是不是 我單吃他這個吃不了我 吃吃我我可以走這個 他局部是死的 所以說 他如果現在要打劫的話 然後如果再像實戰這樣走的話 然後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暫時呢 找一點別的劫財 比方說來這邊跟他鬧一鬧 反正就 還可以繼續打劫阿 但但他本身劫好像蠻多的 欸現在趕快看他本身劫其實也並不是很多 但應該也夠把我打爆了 但是也不一定 他找這種的話 好像太小了 他找這個好像太小了 找完那個這樣子 這樣子他不行 這樣他明顯不行 因為實戰他是把我左上角全部嗑掉 喔所以我應該找結了 我應該找結了 實戰我也可以找結 喔不對 實戰 實戰變成說 我為了要救這個 所以我把他嗑掉了 然後他也把我左上提掉 這樣子我當然不行 所以說實戰 我的最後敗找應該是這個一路打 我應該單吃 單吃就變成說 我這四顆不會死 他不敢斷我 他斷我 然後我這一吃他就 他就掛掉了 欸等一下不對阿 他直接打死我 那這樣也不行 喔 昏了我完全在亂講 你這樣都沒差嗎 就是 就跟實戰一樣 就都沒差 我把這下打量會比較好 好一點 但也差不了太多 他在 他在像實戰這樣開上來 我總歸來說還是應該繼續打結啦 繼續打結比較有希望 繼續打結總比 把這邊吃掉還要來得大 看他硬不硬嗎 如果他硬的話我就有點機會了 因為如果說他只是提提這三個的話 可能就很小 我應該找這個當結 比較有機會 如果他也是轟掉 那我至少提這個 這樣的話他好像沒有眼見的下一枚大結材 唉唷 這裡有一個 好像還是一直都是黑棋勉強 唉 那這樣也沒辦法 好吧 那這半集就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好嗎